哥哥们上期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吉林长存的大哥赵三和周公子来到吉林新拳的场子上开始给他赌牌 大伙都知道这赵三手上是个蓝马 所以说一般的就不愿意让他去 但是新拳跟赵三关系不错 也就算让赵三给他玩上来 但是赵三今天晚上就赢了三百来万 那你看新拳这边就起了怀疑了 就跟自己的兄弟说了 大勇你去试带试带的 别有什么活 大勇这边直接就说了 我看赵三手上戴一个大的金戒指 我怀疑他那个金戒指反光 赵三能看到牌 这个时候严谨新拳和大勇就回去了 赵三还在这玩 但是桌上的钱可都少了 也因为什么呢 大伙都输得差不多了 这边这新拳直接就说了 三哥三哥你除了一趟 赵三一看说你跟这说吧 怎的呢 这些兄弟都在这有啥说 三哥你还是除了吧 赵三直接就说了 说兄弟咱们都是朋友 再一个能今天来捧你场的 也都是你的好朋友 咱们好朋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必让的 你就直接说吧 这边新拳就说了 说三哥你看不行 你把手上那个戒指摘下去吧 对不对 这个戒指虽然说呢 这个不当什么 不当什么问题 但是呢 大伙都输这么多钱了 难免又还一点 赵三一看说行 那行行行行 赵三当时也没说什么 把自己的大金流的 直接就给砸下了 巴往这一望 赵三接着玩 那你看又玩了三五把牌 赵三还是赢 这个时候人家 这周围的人呢 人家就不玩了 说这不能玩了 今天这个牌啊 太点太低了 大伙都输了不少钱 说咱们今天就不玩了 赵三一看说那行 那就不玩了 不玩了大伙也都散了 但是你看赵三虽然说 赵三虽然说赢了 这个三百来万 但今天呢 新拳呢 抽了个油条味 也没他妈没少收钱 也抽了个几十万 那你看呢 这边赵三和周公子 就回到酒店了 当天晚上 这大勇和这个新拳就出来 说那个拳哥 你说赵三这小子 是不是坑咱了 这要是坑咱 咱们给这些朋友 全都给叫来了 咱们可对不起朋友啊 这个时候人家新拳说 我怀疑啊 他没有这个坑咱了 但是赵三这个人 玩牌牌的确实是好 就是任何鬼不使 咱们呢 也不一定能玩过他 知道吗 这么点 你这个明天晚上啊 他他妈的要再赢钱 我这样 得收拾收拾他 大勇哥这边看 说你怎么收拾 对不对 那你看人家是凭本事赢的 咱们也不能说 别的赢钱不让人走啊 咱们可以不让他走 但有人啊 得赢他的钱呢 他得给你交上去 你啥意思 行了你别管了 你去盖盖盖去吧 这边啊 你看当时啊 这个新拳啊 直接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管他片子 别说了 你这么点 你给我整两套叔叔的衣服 干嘛呀 我有用 行了 他叔叔的衣服 你有用 你这边你也没法弄啊 那你咋整啊 你这玩意 你能穿上哪里 大小也不合适 没事 别的事你不用管了 我自己处理 那行吧 哎 新拳这边啊 借了五六套叔叔的衣服 那你看到第二天了 新拳给这些朋友啊 就叫了 说你们今天玩大点 知道吗 这边一看说那行 那玩大点 你其实那长寸 那朋友太厉害了 你放心吧 你玩大点就完事了 输多少钱 我给你拿回家 大伙一看他这么说 那行吧 那就整大点吧 今天晚上 你看又搁这干玩上了 这周公子和这个 长寸赵三 搁这干啪啪玩 玩了几把牌啊 赵三就赢了二百来万了 而且桌上这一圈的 还得有一百万 想当家节有个三五百万吧 这个桌面上的钱 这新拳瞅了瞅 出去打个电话 你们几个进来吧 哎 你看就在他们 搁这干玩的时候 外边这门呢 一脚就被人踹开了 来都被动都被动 都被动都被动 东北话讲话 你们贩毒了 这边有的人 还想拿这个钱去 啪就一起 别这么动 这钱能能拿吗 人家拿四代的来 桌上五百来万的 全部给收装袋的里边 来来 都给我靠上 都给我靠上 都蹲下 都蹲下 这周公子一看 咋个事啊 赵三一看 那个周公子不好 贩毒了 啥叫贩毒啊 就是人家来抓咱们来了 周公子一看 啊啊啊啊啊啊 这当时 人家新拳就出来了 哎 隔几个 你看 等个意思啊 新老板呢 现在我跟你说 这不行啊 今天三零五三 你得一定要 要这个延导 这一到冬季 这个冬季 必须得延导 你呢 跟咱们走一趟 剩下这些人呢 我们也得带走 新拳这边看 隔几个 你这么点 钱的你收走就得了 对不对 这个人啊 你就别带走了 这都是我的朋友 到这块蓬蓬场 你说你把人带走了 我也没法弄 对不对 回头 我跟你们理所说一声 还不行吗 那行 钱得收走了 说钱得收走了 这个今天我告诉你们 本来说你们得 全得抓捕的 看在新老板的面子上 就拉倒了 这赵三回头 瞅着瞅 这几个小子 一个个帽子也是外带的 有的那衣服 哎 那脑袖子长 长出同老西 有的那还有胳膊 这瞅着赵三一看 这些人穿这个衣服 怎么这么别扭呢 眼瞅着这衣服 就不是自己的 再一个啥呢 你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 一个个吊儿郎当 就不像那正经叔叔样 但是赵三当时也没办法 这五六百万呢 人家新权直接跟赵三说了 说三啊 你放心吧 你咋这咋的差了事 哥一定想办法 给你这钱给你要回来 赵三说行 我呢 等两天 当时啊 咋这咋待了两天之后 这赵三就发现了 他们玩钱 被抓这个局啊 是他妈的新权设的一个局 等于说这个钱呢 全到新权的口袋里 这赵三当时非常不开心呢 把这个事就跟周公子说了 周公子准备找刘瀚 这个时候啊 人家赵三说了 那个周公子 你放心吧 我给我小舅子 和我的大兄弟 左红武打的话 我他妈来收拾收拾他 那你看呢 一场战争 是避免的 不了的发生了 那么接下来 会怎么走向呢 老弟啊 下期跟你讲述 故事嘎嘎精彩